一个进攻压力的 W这边他们可以拖一拖 而Top这边进攻压力比较大 虽然说V多 但也可以保一个后期 选下朱妹之后 我觉得虽然说 补足了开团点 但是想去开W中将有点困难 VN很难开到 是吧 你开布隆的话 布隆也比较肉 开奥拉夫他有个大招 狐狸又比较灵活 所以Top这一手 虽然说补充一个朱妹 但是感觉开团点还是不太够 对于进攻压力 如此大的他们来说 然后对于后期的VN而言的话 他是很好处理朱妹这个点的 好 那也是马上进入 这一场比赛的游戏画面 这个看到的是一个夜空中的钟楼 夜空下的钟楼 想到我玩 可别怪我外来的爱情 加油 加油 VN 加油 VN 加油 VN 加油 好 干净就没有 加油 全军 嗨起来了呀现场 感谢各位前来应援的粉丝朋友们 糾正一下这个杰斯是在中路 那依然其实还是有一个推线的一个问题 前期朱妹没有办法能够给到一个 让他能够安全推线的环境吧 嗯 这边的话双方都是从上半野去刷起来 想看一下悲伤这场是不是会把 真的会把熊熊刷崩 但是两边其实前面都偏刷一点 刷的都够快 诸美两级过来 刚好在河道草丛 有一个蓝色蚊W的视野 想要去针对pose 看一下开上校 对于这场比赛 他认为双方是一个5.4 比4.6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强度比 对 一开始奥拉夫 别看他残血 他真正单挑起来比较厉害的 对 而且一开始在中路的狐狸方面 也是推了第一波杰斯的线 对关于这个核刀逊杰线 诸美不敢去争夺 是 狐狸会来得更快一些 下路的话 在前期可以说是 维恩跟维格托这两个英雄 都是更需要发育一些 嗯 这个伤害主要还是人多是重啊 那前期的话对于背伤来说 他很舒服的一点 就是能够双和解开 对 这样 诸美一开始的等级会受到一些压制的 对 奥拉夫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是可以入侵到诸美的野区 因为中路包括甚至下路 一开始W都实现了一个小压 是的 当然下路的生态 可能在维格托的等级 稍微提起来一点 会对兵线造成回推 或者说是他第一次回家去 把自己的装备升级了之后 在线上会更舒服一些 现在背伤这边等级会起得更快一点 也是之前一直提到的 就是这个版本打野 他升级的速度 尤其是从二级到三级的这个节点 会更加慢一些 对 中路这边一个QE打过来 但是杰斯过来之后是被魅惑到了 嗯 但是这家伤害还是打足 对 现在西叶的这个血量被压到半血 因为身上还有一瓶红药 所以还可以再打一波 而且狐狸身上有个TP 是的 那也是这边更新的一个战果 就是隔壁SDG已经是2比0 战胜了V5战队 嗯 这两支这个赛季的L票的新军 相遇到一起 最后是SDG获胜了 我记得好像第一盘的时候 V5当时在线上是占到比较大的优势 但是应该是被SDG所翻盘 SDG还是一个比较擅长拖后期的对 但是我们现在在解构是WE 没关系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对于WE来说的话 SDG是他们的直接对手 那隔壁他赢下来了 这场WE他就更加的努力对待了 全胜要赶紧去补自己的等级 因为他作为一个珠妹的话 前期其实也很难给到队友一个 非常高效率的一个干客 咱们看一眼下路的补刀 下路WE是压了十几刀 上路直接逼述了369的产线 这个W369目测好像走不太出去 虽然说他的比较双刃也是拉到了 但是侧面奥拉夫是过来了 这边是另一场定到了两个人 但是前击伤害不够 徐庸从后面绕了过来 这两个人写两个第一 在蓝血的情况下 看一下珠妹想拿先谁动手 舔到了文 蓝承杰给上文击退 但没能定到墙上 Mistick身上还要三下被动 这下打不出来了 Mistick叫做自己的闪现 最后WE1技能把他收下 是的 同时提醒大家 买一赠一吃饱才能忙 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拍下来 这样子后续有用到的时候 可以随时使用 刚才那一波的话 其实也是下路压线压得太深了 而且就是一波失误 走位靠前 然后被立场定到 定到了之后 就后续珠妹从后面绕过来 那个位置其实绕过来的话 干客几率是很高的 对 这个也表现出 维恩这个英雄 他前期还是缺乏推陷能力 即使他能够压线 压血量压补刀 但是你想立刻把一波兵线 塞到防御塔下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种塔前 正好没有进塔的这种兵线的 这种胶着状 维恩是非常容易被绕后干客的 这一波的话 打完大V一下路 双招没了 那下一波的话 他们下路二人组 可能要再谨慎一点 因为珠妹可能到了六级之后 再去对于下路 虎视眈眈一波 上路的话 目前的补刀 刀妹小有领先 但是这波兵线回推过来 应该是差不多 咱们看 洛克恩选手 是用维格多出了蓝色的工资装 所以他一开始补到落后 对他来说也不急 对 这个经济是可以补赌的 在咱们新年刚过的那个版本 当时是LPL是使用了一个热补 紧急用的热补钉的版本 当时没有那种 各个路都出工资装 打绝石流的打法 但是下路依旧是双人线 在路依旧是可以出的 他这个只能打双线 双人线 维格多的话 这场虽然没有带行窃预兆 但是他带了艾力的话 能够增强一些 在线上对拼方面的一些伤害 奥拉夫这边往上路绕 两边的打也刚好都在上半区 这个W没能框到 并且河道还有盗梅的视野 39这个时候是没闪 朱美坐在他旁边 朱美赶到战场 能不能去救下39 已经被打残了 看一个W赶紧打下伤害 但是第一已经是被 约里克所受到 朱美残血 残蓝赶到战场 这边背伤也没有来 又是一个异性的真实伤害 又逼出熊熊的一个闪现 是的 这波的话是逼出了熊熊的一个闪现的时候 蓝色方一个TP再加上 奈特从这边已经绕了过来 背伤这个位置 感觉很难走 杰斯炮炮裹是过来 先锤背伤 两下三下 直接把他带走 乌铝赶到战场 又逼出奈特一个闪现 所以双方这波对碰 是完成了一个一换二 奥拉夫以及 套普上野的一个互换 应该是一个一换一 对 是逼了熊熊一个闪现 熊熊这边没有阵亡 完成了一个一换一 上单跟打野的互换 主要是刚才第一波打起来的时候 先动手 珠妹那个位置还比较的靠远 没有办法直接把大招甩过来 看一下上一波的这个回放 这波动手动得非常的坚决 蓝色方更早一些 而且被留到了 奥妹反身给一个大招 但这个时候一位二 他是挑不过的 他已经阵亡了之后熊熊过来 这个时候因为pose有一个闪现 所以能够残血逃生 回身的话队友的决策 是选择继续打 因为蓝色方后面也亮TP了 但是中路 Night这边推了线之后 是步行上来 步行上来之后 背伤这个位置 等于说是没有闪现就跑不掉了 对 虽然这个Q一空了 但是有一个爆炸果实 镜头一天 Mistik又要被铸妹动手了 Mistik交出记得一个治疗数 三个人还在赶 而这个时候缺乏流人能力了 对 杰斯还在旁边 他有一个二连的机会 这个二连被小兵挡到了 Mistik在线上这个血量 已经很低了 他这波回程的话 感觉肚腾要掉了 但是有一个 这个吸血鬼结账的话 稍微小回一下 悲伤 杰斯两个人都有防御塔爆破 导致这个防御塔 肚层掉得非常快 悲伤过来 帮忙把这个线轻一下 掉了一层肚层 下路的一塔 约里克想稍微游走一下 但是就小力图来看 杰斯现在的 肚腾的站位还是比较良好 这边熊熊在打土龙 目前土龙附近插了一个红色方的视野 所以W没有视野是不知道的 但是这个眼是没有排到的 就蓝色方这个也没有被插出来 这里插了一点 看看平惩戒的时候 还是红色方成功惩战 这一把的话 在前期 WE在上路是打的 就上半区是打得非常的主动 但是下半区 因为前期一波 就是深入的一个推线 或者说这个走位过深 导致被绕后干克了一波 所以对于WE而言的话 他们这场等于说是跟之前的比赛 有一个镜像的一个开局 只不过我感觉 对于悲伤选手本人来说 他应该一开始 还是想去保一个下半区的 只不过下半区第一波 被朱美绕得太早了 导致他后来只能选择上半区去保了 而且会发现 这场TOP下路拿了一个维克多加塔姆 就是比较偏发育 然后塔姆的保护能力又很强 在早期的话 想要去针对塔姆 或者针对维克多加塔姆 这个点的话 不是很好动手 W框出三六角 但反身一个比喻双刃 让POSE没有办法后续打伤害 被伤刚从这个红色帮的眼位旁边路过 被探潮到了 而且现在这一场 给到POSE拿到一个约里克 他在前期虽然拿到了一个人头 但是他并没有 就我们并没有看到 他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推线 或者说是带线的一个效果 这盘下落的对线 我们看到 现在Loken 明面上是落后了50多刀 但是因为他是工资装出门的维克多 他在前方面根本就不缺 对 朱妹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敦服 而且这个地方没有WE的续眼 奥拉夫这边已经在打峡谷先锋了 TOP是有意识到 这个点刚好是被红色放手拼的 而且咱们小弟团上看到 塔姆已经往这边来赶了 塔姆这波是想赶战场的 Night中午先被打一套 他们赶紧开车 大家ABC过来保护一下 对 而且这波的话 本身Night是 有一个进化的 闪现还有一段时间正好 所以必须让塔姆这边开车过来 大招直接给炮色穿平回去 赶下被动 但是炮色最后的一个意境的命中 导致这个四个小鬼 疯狂地去戳369 这一波交了大招之后 逼了自己的闪现 西夜这里直接开了大招 躲了朱妹的一个打 而且朱妹这波是闪现大 我是觉得刚才上路369那一波 他就是放了一个大招之后 打也没有在附近 感觉是稍微有一点点的 就是莽撞了 因为等于说那波 也是交了自己的闪现 又要被迫交传送上线 因为他兵线已经到塔下 奥拉夫来了 这波这个眼 刚才好像进草的时候 被看到了一下吧 那个有可能是 OB切视角的时候 就是刚好最后一下 OB的全屏视角是看到他 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因为我记得 W刚才是把那个眼 排掉之后背伤才进来的 上路这一波刀妹没有闪现 这个可能是会给到 打野一个信号 Pause这波有闪现 所以下一波中美往上半区刷 刷完之后可能要稍微反蹲一下 而且这个时候蓝色王W的奥拉夫是不是 对于自己的下半区关注有点少 因为下半区 Loken发育得非常的完美 他捕刀虽然落后 但是因为是攻击装的存在 包括摸了很多防御塔的肚层 加上他自己拿了一个400块的一血 他现在这个点位如果想去推线 包括配合队友去再杀一波VN的话 那有可能就快速地会对TOP战队进行一个推塔转线的节奏提升了 对 就感觉现在对于悲伤来说稍微有点忙了 因为他上路约里克一直在推线 然后下路的话 因为Mate Stick这边的发育不是非常的顺畅 而反之Loken选手的发育又很顺畅 所以现在对于悲伤一个问题 就是他现在把侧重点要放在哪里 承接承掉女巫 下一条龙又是土龙 这个时候TOP因为他已经手握一条土龙了 等会儿再对下半区动手的话 如果拿土龙再加防御塔 那即使W战队手握这条下谷先锋 那估计也只能是延缓TOP的前进节奏 是的 下塔直接是放给TOP去拆 直接选择他下谷先锋 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如果再不管下路的话 Loken的维克托肯定会快速的推线 配合队友一起推塔转线小龙 这样WE是拿峡谷前锋做止损 但是想拿峡谷前锋撞掉很多的利益 不太好去转 对 就他们可能怕的就是下路维克托加塔姆 一直给到对方给到WE压力 那这样子来说 他们拿下路塔是一个稳 就是很稳的一个事情 那土龙也是一个很稳的事情 那这样子TOP再进行转线的话 峡谷先锋可能也会被TOP拿到 所以W直接选择就是先动这个峡谷先锋 好 上路是由WE的把 用峡谷先锋 W应该是一个单吃防御塔 确实也是需要现在给到MISTIC 更多的一个经济了 上路的话 峡谷先锋是完成了自己的 上路一塔的使命之后 直接放掉了 这样子一来的话打到16分40秒 双方这个经济是有一个 2000块钱左右的一个差距 对 主要TOP的这个钱集中在下路 因为下路他们吃了很多的肚层 欢迎回来 而且现在TOP战队的几名选手 他的主动性依旧是捏在手里的呀 这个时机对于TOP而言 他们这个作战能力 团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但对于TOP战队来说 开谁依旧是那个BB的时候就讲到的问题 朱妹开奥拉夫有大招 开狐狸比较灵活 文恩又有布隆堡 他一些先行推现的一些优势 或者视野的优势 配合塔姆这个点 去以多打少 这样的话胜算会更高一些 W因为上路塔已经推掉 所以目前在上半区的这个视野里面 做的还是不错的 把约里克放到下路 跟刀妹进行分带 基本上不用去管他 狐狸命中了一套EQ 加上一个GLP800的冰枪 这一套打得很慢 已经能给到 但是反手三着九 一个B双刀也运作 朱妹上路稍微有点落单 三手逞下的野怪 但又是被锤到墙上 杰茨旁边掩护一下 但朱妹已经惨了 是 现在正面的话 没有朱妹的情况下 TOP这边是不可能主动去打的 没有一个手先手 本身坦克就不多 因为刀妹的话下路 塔姆开车过来 POSE这边血量已经很低 后续还想溜 但是这个方向的话 感觉只能放到这里了 溜的话也只能抄防御塔 底下去溜 对 W顺势展开了三人的推塔 塔姆这个车 因为已经开过了 所以中的防御塔 是小背耗了一下 是 TOP他们利用塔姆这个点 找了不少次机会了 前面是利用塔姆这个点 去中路保了一次杰斯 还是因为下路 因为W掉的是下路一堂 所以这个约里克如果想带线 过河道的时候呢 很容易 诶 文基强 但是杰斯反手进化解掉 再锤一套 MISTAK交出去的神线 还差一环 是 但MISTAK有这波士气打出来了 双方都是完成了一个双招的互换 嗯 这波NAT也很猛啊 回头想反锤 但文基弦现在这个伤害比较高 但是TOP他依然是有一个 就优势我在手中 是前期拿到两条土龙 而接下来一分多钟 又要刷一条土龙 因为下半区有一个兵线的一个优势 所以感觉下条土龙他们也会 有更大的一个优先争夺权 但现在文言这个点 我感觉TOP战队有点不太好去应对他了 刚才其实文言在上路 一个人单线发育了很久 他甚至没有辅助去保他 就是感觉MISTAK笃定了 TOP战队很难先守到他 本身杰斯刚才1v1单挑 咱们也发现了 好像杰斯1v1拿他没有太大办法 甚至自己跟文言是属于换双招 而塔姆呢 如果想刚才像如法炮制抓下路 一样去抓上面的文言呢也不方便 因为文言上面有塔 对 所以塔姆没有办法绕后绕得很深入 但是现在这一波 因为MISTAK没有双招了嘛 所以他现在不太敢推线 推得那么深了 现在文言没闪了 而中美也开始找他麻烦了 这个上塔只能放给TOP去拆了 其他队友赶来的还比较的慢 中美这个野区已经超了世界 杰斯这一炮还是成功的命中了 文言直接被打掉半血 但是因为有回复能力啊 杰斯把塔拆了呀 把塔拆了 现在TOP在总体上防御塔 还是有所领先 是 但这个优势感觉对TOP还不太够啊 现在21分钟 刚好是3000出头的经济差 3500块左右 三条土龙 这个土龙W想不放都难啊 因为他们下路兵线 一直没有办法能够推出去 红色方下路 毕竟有一个1塔在那里助力着 嗯 朱妹这波先开 先开的是辅助MISTAK MISTAK举起自己的护盾 基本上朱妹第一波开团 如果没有能够造成伤亡的话 就没有后续了 因为他没有二手开团 而到位的话一直又是在单线 所以正面的话 就只能看朱妹的一手大招了 同时也是提醒大家 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购买战队图标 为喜爱的战队打扣 现在后面的TOP的节奏 如果朱妹一二再再二三的 找机会 但是不裹的话 TOP就要把保押在 369的刀妹身上了 是 必须他这个单在点 能够成功地压制住约里克 然后并且威胁到 约里克的二塔 甚至高地 TOP才有机会 利用这三条土龙 拿大龙做文章 因为TOP战队 他们缺乏正常的ADC 他们ADC位置 出任的是一个维托 所以他们打大龙的速度 并不会像往常 有ADC的阵容那么快 不会那么快的情况下 拿三条土龙 同时拿刀妹 在下路做牵制 就是TOP战队 下一波节奏的一个点 否则的话 由朱美这一波一波尝试 咱们发现 其实效果并不好了 而这个期间 MISTIC正在疯狂地发育 是 反完WE这边的话 他们要做的可能就是 保证MISTIC的一个发育 你看现在MISTIC在上路 他就一个人玩 是 他就觉得TOP也抓不了他 多龙甚至都不用紧紧地 在他旁边 他们就是压保后期 现在威恩两件套 破败加上扬刀 这在23分钟 如果在正面碰撞的时候 威恩一击有接战之力的 因为咱们刚才说过 TOP战队想摸到威恩 没有那么的容易 刀妹想去切纹 有一个布龙等着他 然后这边MISTIC的闪现 还有一段时间要撞好了 这个时候虽然说 拿大龙附近想去牵扯 但是刀妹如果不在下路的话 这也只是个假牵扯 排排视野而已 现在刀妹不在下路 POSE一个人在下路 带得比较开心 那W正面就 B站就OK了 POP现在选择了 先排大龙的视野 直接想动了 这波刀妹表示我就是不回去 直接要利用三条土龙的 打大龙很快的优势 先要动这条大龙 7000多 6000多的血线 W程式包了过来 这个时候POSE身上有一个TP弹 他暂时没有用 吸引一杯先手到了 被黏住 魅惑竹尾自己往后拉 暂时没有死 冰枪也给上 MASTIC想先着 老肯三环打出来 直接一波单吃 唯可做 塔姆吞下猪妹 往后去拉扯 但这波套路已经要走了 同时这边 杰斯 刀妹 想进场直接被布隆 就是说的 布隆永远等着他 本 角度推进的闪现同时 猪妹又吃了一个魅惑 两波魅惑 直接将猪妹带走 这一波炮子一个人还在下路玩单击 大妹一波四打我 与此同时 W这波团战转翻了呀 大龙看一下 没有 TOP没有打野的情况下 都怎能抢 杰斯上面只能远程破个一下 那放弃了 W成功的 24分程拿掉这条大龙 这一波 TOP太急躁了 当时猪妹在下面带现的时候 当时就说 刀妹这个时候 如果必须要分到下路 并且依靠刀妹的牵扯 才是TOP的机会 而且还是那个问题 熊龙这边先行开到了狐狸 开到了西叶 但是西叶 它本身有位移比较灵活 再加上 后手没有开团了 后手没有开团 留不住 没有办法把他直接打死 后续Messick这波 是有召唤之技能的 只要拉开距离 进行一个很好的输出 就OK了 前面有一个布隆 布隆 这个防盗门一开 谁能找到Messick的麻烦 原来又被魅惑到一个猪妹 这波W一打 打得很转 4打5 对 因为其实 刚才已经讲到了 TOP战队 他就是利用猪妹去找机会 一旦找机会 不果的情况下 他们最大的节奏点 就是利用刀妹在下路 如果能对约里克产生压制 那他们将利用三条土龙的优势 去拿大龙做牵扯 他仅仅是牵扯 而这波刀妹久久不回家 TOP决定 直接一波抓去大龙 就是要单抓 但是这一波的话 其他的队友也赶来了 西叶赶来之后 这边人头是给到了谁 给到了POSE 继续去追击这个笨 笨的话 现在也是像纸一样 熊熊这边的话 又是只能反向逃生 但是你又能逃到哪里去 后面一个维恩也过来了 你在维恩面前的话 根本就不是猪 钉到了墙上 那这个人头也是给到了Messick 大龙BUFF还有两分钟 WE现在把优势直接反向扩大了 直接反过来扩大了 拉开了2000炮子 还在继续做带线 这波想抓绝目者 但这个时候绝目者 她自己有一个女巫的存在 再加上大龙BUFF 抓她不得 现在TOP他们虽然你会发现 有塔姆这种单抓的能力 带队友单抓 但是刚才那波WE是有传送的 而且队友赶来支援的速度也很快 那WE这波拿了大龙BUFF之后 中下两路齐开花 TOP这边在没有常规ADC的情况下 首塔是一件难事 左下角是刚才这波想抓绝目者 然后反被WE所包的这波回放 总体而言还是TOP战队有点新奇 对 在BB的时候咱们讲过 TOP战队这个阵容的主动性比较差 他们虽然说最后一手补足了一个珠妹 有坦克 有开团 但是面对WE这一套有奥拉夫减扣 有狐狸的比较灵活 有布隆去保住VN 有约里克不在正面 这么一个体系下 珠妹想去开人是非常困难的 嗯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WE今天选的这个阵容跟以往不同 就是他们没有真的是压保在VN一个人身上 TOP他这边除了想要处理VN这个点之后 还要去就是在乎一下西叶这边这一手狐狸 那这个狐狸的话 他团战里面又是能够打出比较高的一个AOE伤害 嗯 开上套出来了 他说人生多的是起起伏服 命运总是颠沛流离 嗯 取格临席 五把也是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他认为到目前为止 双方的这个 呃 胜率是73.5 对26.5 那现在大龙BUFF的小尾巴 嗯 还想再抓POSE 准备在草丛里进行蹲伏 约里克先给W 旁边有一个杰斯 锤过来 但是约里克这边开了一个精神 WE 几个人还想过来去帮助自己的队友 但是似乎有点不太好帮了 是 他们三下已经舔红了 主要是这一波 因为西叶这边也没有传送 然后队友来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 这一波单抓也是成功了 嗯 不过现在换 西叶在下路单带了呀 而且约里克回家 补充了复活甲 嗯 表示下一波想抓约里克 还要再等他四秒钟 对 而且要消耗很多的人力物力 如果在大龙BUFF结束这个节点之后 TOP依然是可以利用对方没有下高地的 这样子一个局势 还可以再去跟WE进行争夺 我觉得TOP战队 现在还是要看369的发挥 369现在两电套加上布甲鞋 如果能跟约里克打成一个军事 就是不被约里克牵扯到高地的时候 咱们再看正面 正面 咱们刚才一直在说TOP战队 他们缺乏先手的能力 其实咱们再看WE这种 如果约里克不在正面战场 WE想去打先手也很困难 他们需要利用狐狸的大招加一级能去魅惑 来进行开团 那个其实是比较冒险的 因为狐狸身上是没有精身的 没有精身这种道具 WE想去优势的情况去打先手 也并不是特别的合理 是 所以这个时候 一旦说是在单代点上 让刀妹拿到了优势 那WE这边就比较头疼了 至少让刀妹打到军事吧 如果不被约里克威胁到高地的话 那至少TOP还能往后去拖一拖 虽然说他们这条阵容 你说真要跟维恩去对拖 并不是特别的令TOP舒服 但他们现在已经落于钉的下风了 西叶的话他的这个杀人数是六层 熊熊的话也在这边做一个敦服 但是POSE选手现在离的还是比较远 所以下一波双方的这个胜负点 还是要看大龙刷新之后 大龙刷新之后看单人线 约里克和刀妹的发育情况 以及一个线上的这个天平啊 将是大龙这条龟属的一个胜负手 这边西叶的传送也快撞好了 所以如果下一波TOP再想单招的话 一方面他们要考虑大龙的这个问题 因为塔姆毕竟不是起风的密集 另外一点他们要考虑 就是西叶的传送的一个问题 好刀妹现在又是来到了正面 下路暂时又是放给悦里克去单推 这边让悲伤选手 控住了大龙区的一个视野 这波如果刀妹迟迟不去下的话 那正面还是想由TOP战队进行一波先手啊 对 刀妹已经自己被先手了 被打出了一个半血 自己还交了一个闪现 刀妹完成了一个技能互换 但是大技能的话都没有砸出来 那刀妹缺乏闪现的话 等会对于Mystic的威胁就更小了 他等会还是要去下路处理 马上要到达高地的这个 约里克所带的兵线 对的 现在已经开了 维恩现在打完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这波应该只是逼对方过来 因为现在的话TOP正面只有四个人 而这边WE的话上也都有了复活甲 先要找塔姆的马分塔姆交出一个闪现 下路 塔姆这波是怕被击到墙上 一旦击到墙上正面少一个人的话 TOP很难接 对 下路小屏幕显示直接拼了起来 第一条面约里克已经复出了 威脱赶来帮忙 那这个时候WE没有去动大龙 那只能是白白复出pose音乐人员的代价 是的 这一波的话而且比较 就是对于WE来说比较亏的一点是 复活甲也交了出来 所以下一波的话就更好能够击杀boss了 这样的话拖的时间也没有那么的久 对 火了WE给收下 而这个时候TOP直接选择起节奏 当着WE眼睛的面去Rush这条大龙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翻写了感觉感不及了 这个大龙要被TOP拿下来了 成功的拿下 突然这一波TOP的启示啊 在下路由维克托和刀妹两个人抓死了两条妹的约里克 同时利用WE再去拿火龙以及其他队员回家补给的这个空档 直接Rush这条大龙 对 而且这样子一来的话 对于下一波POSE的单带就比较好处理了 至少是有一波大龙BUFF的兵的 那WE现在作为止损的话 只能是稍微处理一下兵线以及对方野区的资源 下一波在单人线方面啊 已经不是约里克去牵制刀妹了 已经是刀妹去牵制约里克了 因为刀妹这边的话复活甲是OK的 但是约里克没有 但是下一波塔姆依然是可以带人过来 塔姆直接落单 吃了狐狸一个魅惑分 往后走 白盾没开出来 直接维恩斩下这个人头 而这个时候维克托身上因为有TP 所以他跟刀妹互换了一下位置 由维克托单带下落 但是正面因为倒了一个塔姆 维克托这边必须回防 维恩面前无前排 所以塔姆一旦说是被集火了 维恩很快就能给他点死塔姆 现在在POSE没有复活甲的这段时间 W选择众人一起去带兵线 中路的话现在是无人防守 369这边过来应该是很快能够把这个塔拿下来 对 然后大轮到了buff TOP把中塔一推稍微缓解一下在中路兵线的压力 本身在中路兵线方面TOP的压力太大了 即使W这边是一个维恩作为ADC 他们依旧是可以掌握中路兵线的优先的推先权 是 继续把POSE放在下路 但是POSE现在依然要小心 他在单线上没有前面面对维恩那种优势了 再加上对方怎么着都是可以来抓他 现在大轮buff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 TOP想要继续做一个推进的话 TOP想要继续做一个推进的话 TOP这边还是可以守 好拉到一个布隆 没什么用 TOP先保炮车 先轻兵线去磨损WE的2塔 但是因为维恩手比较短 就是点不着这个大炮车 维克托和杰斯现在形成了一个双破壳 团前进行双消耗 这个时候约里克是非常难受的 因为他在这种团前的一个消耗 他基本上作用发挥不出来 对 他就只能做一个被迫挨打的一个人 TOP破2塔40秒钟想去上高地 这个时候WE的重将雪亮上是回家扶起力下 中塔下得非常的快 依然没有开团 WE这边有面临同样的问题 除非说布隆 裹断马自己的大招丢出来 TOP还在囤积兵线 后面还是有个大爆车 第一双刀只是晕住了一个女妖 朱妹挡在前面 配合他姆形成了一个双前排 治疗给一扣 先补一下Night的血量 女巫这个时候要被打掉了 同时VN Mystic这时候已经被号称了一个半血 需要回家补给了 那中路应该是由TOP可以成功地拿下 没错 这波是在大龙buff的一个小尾巴 推到了对方的中路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对于W来说 他们中路这个兵线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关系到这个远古巨龙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刷新 现在的话POSE他的这个复活甲还没有好 还没有好的话依然很难去做一个单带 而且下波团应该就好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到中路的兵线 如果中路兵线一直是处于这样子一个状态的话 POSE去单带危险会很大 危险系数提升 但对于POSE来说他的优势在于他现在领先到没TP 到面现在没TP VN你要说他去上路带线的话 对 不是特别的安全 如果拖的话还是要靠塔姆的保护 现在POSE开始挪到了上路去带兵线 因为双方的下一条争夺点是在这个远古巨龙 所以远古巨龙相反的方向就是上路 POSE优先带了上路一波兵线往中路去赶 直觉选择步行前来 POSE战队又想先Rush 三条土龙还是快 对 但是稍微 先在这里做蹲伏 又是一炮 先打中背伤 背伤直接打成一个半血 杰斯和VGTO的一个双POSE 令W一痛不欲生 已经在打了 开始动远古龙 打得很快 发现7000多的血线 背伤身披一个复活甲 他身上有一个闪现的 阿拉夫又闪现在龙坑之上 这个时候可能令POSE战队有点欺乎难下了 杰斯又一炮 但是没能命中维恩 先是一个救赎 抬了一口 抬了一下Night的血量 女巫又是挡在前面 先承担一个肉盾的作用 虽然他并不是很肉 W也叫一个救赎 先去逼一下走位 2000多的血线 看下大龙的位置 刀梅这个大招已经放过了 红四方先行拿下大龙 同时熊熊开了一个金身 在原地等一下 MISTIC已经被刀梅所盯上了 MISTIC被打成个半线一下 这波W要做撤退了 背伤交出去的闪现 这波TOP又是成功的 在一波拉扯之中 拿下了远古龙同时西野 看下能不能跳死 西野直接被远古龙的灼烧伤害 又是一个Q加A 成功的将其带走 第二条命 也要被四个人进行围堵 现在大卫一只剩下三个人的情况下 面对对方带着龙血的效果 已经是压了过来 现在看一下 这怎么守 维恩手那么短 没有AOE啊 MISTIC已经被打成了 背伤扛在前面 熊熊已经盯上了 背伤开了一个金身 但是防御胎引导了MISTIC 直接被掀手到 想退到血泉 没有办法 无路可退 TOP在自己本身中继 已经逆蹲的情况下 利用一条偷大龙 成功将比赛逆转 是的 我们也是恭喜TOP战队 在于WE的BO3中 先下一程 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TOP 对 对于TOP来说的话 他们可能在 就是后期拿到大龙buff之后 有一个优势点 在于他们的这个Poke 英雄比较多 有杰斯 有维恩托 他们可以在推陷之前 先利用Poke 压低对方的血量 然后再利用 后续过来的这个大炮车 去逐渐 轰对方的防御塔血量 我们好像还得再猜一下 再猜一下 难道不对吗 感觉吧 可能在杰斯 在团前Poke那一下 尤其是在最后一波 这个远古龙团 他利用远古龙的 一个捉唱效果 直接把漆液给烧死 那一波可能我觉得杰斯 有点奠定一锤定音的效果 我个人可能给杰斯一票吧 有道理有道理 好看一下是不是呢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最后MVP是给了奔选手的塔姆 奔选手这场KDA0-2-7 伤害占比4.9% 参战率77.8% 乘上占比15% 然后购买控制守卫20 MVP次数一次 我想了一下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就是有几波 利用塔姆带人过去选择 去单抓POSE 然后抑制了POSE的推塔节奏 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塔姆几波单抓的话 可能POSE他的这个单带 越发的肆无忌惮 可能高地很快就带掉了 那必须是如此了 对 那确实呢 厉害厉害 应该MVP给到他 没有质疑 没有质疑 就因为这场 其实对于TOP来说 就各个选手 发挥的都非常的不错 就这个时候 你再去挑选MVP 其实有一种 就是 就很难挑 很难挑 很难挑 所以对于TOP来说 他们第一场比赛 赢了下来 但是他们更多的可能要思考 他们前面 在大龙团那一波 办下了一些小失误 是暴露给了WE 那如果说没有后续 他们那种 沉密的一个规划的话 感觉这场 谁输谁赢 还真的不知道 所以两支队伍在这个休息时间 都要去好好去想一下 包括也要调整一下状态 我们也是稍微期待一下 双方的下一场比赛 下一场比赛呢是 TOP选择了蓝色方 我们稍做休息一会再回来